这样的这句话 视频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的救援反应应该是非常快的 你想一想 如果说我们的车 对老虎对他们的这个 亲戚也好 治疗也好 我们的车不知不理的话 那你想一想猛瘦咬伤咬死一个人 那不就是瞬间的事情吗 这是刚才原方就家属质疑 救援不及时给的一些回馈的意见 刚才其实赵金言讲中说到了 他认为原方在一开始态度很好 但是一直没有出一个结果 只是说在商量 直到政府有关部门的 建议报告 政府的调查报告出台 出台之后的话 他们的态度就完全转变了 我手里呢 拿着这份政府已经出台的 关于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 我读一下结论部分 性质认定 关于性质认定 是第五条 巴达林野生动物世界 在事发前进行了口头告知 发放了六言禁告知单 与赵某签订了 自驾车入园 游览车损责任协议书 猛售区游览沿途 设置了明显的警示牌和指示牌 事发后工作开展有序 及时进行了现场处置和救援 结合原因分析 调查主认定 723东北虎制游客伤亡事件 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很明确些 你认同吗 我不认同 我觉得这份安全事故责任报告吧 它对原方的责任轻描淡写 像这种高危险 高风险的这种自驾游 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了解一下 全国的那些野生动物园 全国只有两家像这种 零距离接触着的野生动物园 其他一些野生动物园的话 都是铺设了电网 架设了壕沟 其实在那种环境之下 我想即使我们游客 出于一种无意识地下了车 就算老虎扑过来了 很有可能就会被电网给电退 那现在你们双方是怎么协商的呢 这种协商随着那个调查报告的出台 早就停滞不潜了 我们已经在1月22号 就向法院提醒诉讼了 你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承担 但是不能因为我们的责任 而否定你原方没有责任 有赔偿要求吗 有赔偿 但是这个赔偿要求 我在这里郑重地也向大家说一下 并不是原方所声称的330万 刚才赵金跟我们说 现在在双方协商的这个过程 停滞不前的时候 你在11月22号 向法院提交了你的诉讼 是吧 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 原方对于赵金目前这样做法的一个回应 特观地讲 这件事情谁是谁非 也确实不是由我们当时双方来自己说的 民主认为政府的调查报告不公平 那你可以去质疑 你可以去提出诉讼了 行动复议了 那么好 那你要认为这个结果 现在我们答不起 那你就走 因为我们最开始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支最好 不能够达成一支 大家就依法依规来处理